我在此宣布正式請辭立委的職務 全心 全意 全力來為台北打拼 選戰倒數16天 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蔣萬安 宣布請辭立委 不過他口中破釜沉舟的決心 卻引來綠白對手大酸 我覺得這個辭職是好事啊 但是來得有點晚了 月份已經宣布參選 只要現在才實行 我想還是做秀的成分比較高吧 我一直總是覺得 他的在立法院的相關的一個功能 不是那麼的強烈 所以恥與不恥 在我來講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不只請辭動作被對手打做文章 講完提出的U-bike前30分鐘免費政策 也讓陳時中 黃山山竭力開轟 講這個都是只是回到8年前的舊思維 今天再發生一次就是走回頭路 黃副市長應該是有感而發 我們不會說任意 為了這樣子一個在選舉之前提出一些 可能是不可行 或者一個沒有進步的想法 這不是大撒幣 也不用花很多錢 就能苦力市民都來騎乘 這可以達到苦力運動 節能減碳 又能改善交通有什麼不好 雖然遭到綠白圍攻 但是根據最新名標顯示 蔣文安仍以29.8%的支持度領先對手 排名第二的黃山山 以26.6%緊追在後 而陳時中則獲得21.8% 位居第三 三哈都持續激戰之下 每項議題都讓各陣營全力攻防 4個月 3個月 5個月